杰顿一脚踏了下来 就在这家伙肆无忌惮的叫嚣之际 天空中亮光泛起 杰克奥特曼就这样杀到 就在杰克奥特曼拉开架时 准备去削杰顿之时 此时一个声音传来 时间来到1966年 那时的初代面对杰顿以轰灯闪烁 只见他甩出了八分光纹后 巨人也被杰顿轻松击碎 随即杰顿一个瞬移 便来到初代的身后 虽然初代迅速地捕发了一枚斯派薛姆 但巨人被杰顿给吸收 初代当即猛圈 此时杰顿打出了反击光线 初代被击个挣扎 杰顿乘胜追击再下一场 此时的初代已毫无还手之力 红能平衡的初代果然进入了幻境 就这样 初代惨死在杰顿的面前 而他的躯体也失去光芒 躺在了大地之上 回忆拉回到现在 杰克就是为初代报仇而来 面对杰顿的先发制人攻击 杰克一个跳跃被躲了过去 随后他出现在杰顿的身后 但此时的杰顿也相当明明 不料杰克更胜一筹 一个反光攻击之后 自信地抚摸起自己的手握 随后奥特叼向招化而出 一个投掷之后 居然让杰顿给躲了过去 只见他一个瞬移 就将杰克给拍倒 随后便开始召唤一兆度光球 光球被喷出去之后 杰克来不及躲闪 就这样被光球给激勒出去 此时的杰克 红灯也开始闪烁 面对如此强大的敌人 杰克也只能使用光线硬弓 但是杰顿依旧顾忌重施 吸收了杰克的光线 好在杰克及时出标 这才将杰顿的脑门打中 这一砸彻底将杰顿给激怒 最后一个怒火攻心 爆炸神网 这个结局真是让大蒙凯哥 猝不及防 于是杰克就这样为初代 爆出血汗 一堆大蹄子突然出现在街道之上 而来者正是赛文的死对头 金谷乔 说赛文赛文马上就到 只见他健壮的身姿 挡在了金谷乔的面前 这一下真是出其不意 金谷乔干嘛没有反应过了 面对金谷乔强拱 赛文飞身就是一脚 金谷乔倒也生猛 一掌卵中赛文的挡门 随后抓紧他的脑袋 又给扔了出去 赛文一时间 居然被打得有点懵圈 就连他甩出的艾米利姆 对金谷乔也毫无效果 随后赛文的接触射线 也对金谷乔也毫无效果 只见金谷乔头手开始分离 在赛文差异之时 金谷乔来到赛文身后 这一下之后 赛文的额头开始闪灯 随后抛出的头标也被反弹 但是赛文的饱和攻击 却起到了作用 于是乎 金谷乔终将不敌制连分的砍击 最终扑倒在赛文的面前 这又是一场猝不及防的胜利 对金谷乔终将不敌制连分的砍击 对金谷乔终将不敌制连分的砍击